5月23号,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让西藏彻底摆脱了数复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多位受访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觉得非常好,他所说的内容,我觉得完全同意赞成 西藏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在 欠发达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地区 它的一条新路径 我们看到新发展理念,特别是高质量发展 我们发展的目的也是要建成一个美丽的西藏 习近平强调,在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希望西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受访嘉宾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的指引下 西藏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一定会做出更大贡献 西藏作为我们中国特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它的应有之一 但是不简单地等同于西藏的发展 只是考虑经济,还要考虑生态环境保护 考虑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考虑我们民族关系的和谐 考虑我们这个地方的宗教的和顺和务 我们特别要强调,西藏的政治清明 那是我们看到西藏在一切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和政治领导 所以我们看到了西藏的发展 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等 诸多方面都是高智良发展的内涵和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